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是罗sir 罗振光博士 是志材投资学会的课程总监 多谢大家收看我们今集的内容 我们今天来说会讲一下大市走势 近期有些形态出来了 有人说是乌云阁顶 还是一个酸头破脚 我们今天会讲一下形态的话题 也会讲一下未来我们还有一个多月 去到年底了 究竟现在股市准一步的下跌 恒指的防守位是多少呢 或者下跌的幅度目标是怎样呢 有三个位今天会和大家分享 2023年12月底 接下来的低位是多少呢 底线方面是 一会讲一下这个话题的会 未讲之前提醒大家 我自己本身以往有本投资的书籍出了 这个名字是挺好的 叫股市赢家 有人说股市赢家里面讲什么内容呢 是讲一些内在的修炼的 一些的情绪的控制 有时投资方面来讲 其实你懂投资知识 你可以赢的就是失成 再有三成的就是你乘水的控制 臨上的乘水控制 这个是重要的 所以我们有时说这个是内在的修炼 这本投资的股市赢家里面有什么话题呢 可以给大家看一看里面的内容 那里面其实呢 我们说投资方面 那成语霸里面呢 有一样东西要懂的 就是我们有时懂得一个软件 什么叫软件呢 不是电脑的软件 是程序控制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什么叫硬件呢 就是投资知识 那两样东西加上来讲 其实才会成功的 我们很多时候说 如果你要在投资知识里面 摸索的阶段 可能在你成功方面是失成 另外三成方面来讲是哪里呢 就是你临常的程序控制 那里面加密来讲 才会成为一个的赢家 那所以这本书里面 会讲及到这个的软件 这个的话题的 好了 那软件里面代表什么意思呢 我们就说一个 情绪的双数 我们叫投资EQ 那将我以往四十年的 一个投资的月历 那在这本书里面 都会有一个谈及到的 包括有时我们说 EQ里面的冷静 内心 独立 客观 有时遇到一些恐惧 贪念 一些蠻崇 猶疑 自大 是怎样的呢 那这里会和大家 一一去讲解到的 那这本股市赢家 其实会分开有四个章节 第一个章节最重要 股市的EQ 这个软性的一个知识 还有会有个投资的刑格 那我会将投资者分开有九个刑格 那看你自己属于哪一个刑格 还有怎样去做一个修改 令自己再改进 那这个就是第二章的话题 第三章的阶段呢 我就会讲及到宣治兵法 将投资方面呢 就是吐来到宣治兵法里面 怎样去理解 怎样去演绎 还有第四章呢 去到一个股市的潜语 那里面会有一些 投资的哲理方面的提及到的 那这个呢 就作为一个 投资者的自我修炼方面 就是最重要的 那所以 这本的投资的可物 股市人 介于大家喜欢 要留意一下 那如果大家想了解一下里面的内容 去怎样找呢 去到我们的网页 www.smartmoney.com.hk 那你可以在这个 罗博士现场课程这个地方 面秀实体的课程时间表里面 会见到这个 股市赢家的一个可物的资料 或者去到这里的 一个免费试学 一个免费借月 股市赢家 也都见得到这个资料的 好了 你按进去之后 就会见到这个画面的 好了 那如果大家来说 想试试看一下这本 股市赢家是怎样的 那其实在这个网页里面 都见得到的 有一个 购买之前的试月板 你按下去里面 有个试月的 这个状况 一个试月板 这个是电子书来的 属于是 那也有一个月后感 那月后感 意思就是 当中来说 有些读者看完之后 在里面 其实作了一些提字 里面都很精彩的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资料 那也有一个 在这个部分 有这个叫做 YouTube 这个股市赢家以往 亦都受到 香港电台方面的 採访 那大家可以看看 这个内容是怎样的 可以按下去 这个YouTube也都见得到的 那也都有一个 图书馆的借月 如果大家不想买 那在图书馆里面 也都有一个实体版的 这个就是图书馆里面的 可以借月的 那我们现在来说 这个故事人家 因为到这个第四版之后 其实已经是改了 做一个电子版的了 那所以如果大家 在购买的阶段来说 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平台里面 购买和自己下载 如果你不想在我们平台的购买 想用银行入购买的方法也都可以的 那就入购买之后 那我们就收到你的通知 接着我们就会把那个股市赢家 再通过电邮 可以给大家的 那这个是电子书籍 那方便大家 不需要专专去到哪里提货 又不需要专专去邮寄 那很灵活的 那如果大家喜欢 就留意一下这个股市赢家 那现在来说 就半价原本是200元 现在呢 100元就可以了 那去回我们的网页里面 详细了解一下 又是 好了 那跟大家讲一下大市走势了 那今天来说 是2023年11月17日 那行至收市价 是17,454点 跌了379点 成家方面来说 是980亿 那今个星期里面 又试过大升 又试过跌下来 那拉云一个星期 就升了251点 可以说大上大落 那刚才提及到 有些形态 是怎样呢 那其实呢 就是这个地方来的 大家见得到这个地方 好 这里 这里呢 其实是今个星期里面的 星期三和星期四来的 那分别呢 你见到这里 这一条 有一条 这个 阳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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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阳竹的阳竹 好了 这一个来说 一个的阴竹 在阴阳竹里面的划分 其实这个有个形态出了来 那是一个什么名字呢 就叫做 乌云丐 阳竹 这个形态方面呢 就叫做 乌云 阳竹 那大家听见这个名字 乌云丐 一听见 究竟是知道 对于走势 好还是坏呢 一听名字 知道就是坏 说明有乌云的状况 那是一个负面的 那其实乌云阔顶 整个的构造是怎样呢 那和大家看看这个 我们这份讲书里面 提及到乌云阔顶 那个构造是怎样的 这一个就是 好了 这一个就是我们一个 技术分析班的一个讲书来的 那我们看看 什么叫乌云阔顶 看下去里面 让大家看看 那其实这份讲书里面 都很多不同的资料的 会讲及到 阴阳烛里面 详细的一个构造 和如何去作一个理解 如何去运用 那当中来说 我们也会把阴阳烛 分开一个高低档 其实阴阳烛来说 如果你配合高低档 效果更加好的 这份讲书里面 会有详细提及到 如果大家喜欢的 可以在里面 到时上课里面 去了解一下 那里面也有一些 单独一支的阴阳烛 是一个什么 演绎的解释呢 和一些组合的运用是怎样呢 这个呢 有时大家要详细理解一下 阴阳烛里面 有很多不同的名堂 大家可以看到 譬如像石击之星 这些 其实是很多时很准确的 这个可以大家 在未来里面留意一下 另外有些探底线 这个也很用的 也是比较一个 准确的指标 属于是 有些练习可以给大家用一下 作一个学习的 好了 组合里面 有些不同的内容 可以给大家去学习 比如什么叫 新华绿甲 红三冰 等等这部分的 黑乌啊 这些 很多时在走势里面 都会看到的 好了 刚才我们说 乌云丐顶是怎样呢 好 大家看到了 这个就是乌云丐 乌云丐 乌云丐来说 其实呢 留意一下 有两条的阴阳竹 第一条 你看到这里来说 这条呢 这个 这个呢 就是 因为这份讲义是黑白的 那你见到 如果阴阳竹里面 通心的 这个部分 即是它的实心体里面 这部分 是通心的 那我们叫阳竹 阳竹代表什么意思呢 是下面这个来说 实心体的下方 就开市价 上方的实心体这部分 就收市价 好了 黑色这条呢 就叫阴竹 那阴竹来说 其实我们代表了 一个下跌市的 我们阴阳竹里面 如何界定下跌市呢 我们就说这个的收市价 是低于当日的开市价 我们为之一个下跌 那就会用阴竹去代表 这部分你见到 是实心体里面 填上黑色的 所以你见到这里 是通心 而这里来说 是实心的 那就分开有阳竹 阴竹的意思的 好了 那我们说这个 乌人阁顶是怎么样呢 就说 今天这个状况 开市价 比较昨天的收市价 为之高 就是我们叫高开 好了 高开之后 就跌回来 跌回来 这个阴竹的实心体的底部 这个部分 这个实心体的底部 它的收市价来说 其实是会高于 或者等同 而这个收市价来说 亦都是之前这个阳竹的实心体一半以下 即是这样的 这个范围 这个来说 就叫乌云丐 这代表走势来说 其实是有个下跌压力的 就是预期的走势 明天 就是跟着的状况 会有个下跌的 那 乌云丐 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到 这个整个好像乌云 这样的 预期走势 接着会有个下跌的 其实这个乌云丐 不是最坏的 最坏来说 还有哪个呢 我们叫酸头破脚 酸头破脚 这个状况 就更加负面 什么叫酸头破脚 这个状况 就是说 当中来说 这一天 价格 其实都是高开 不过 收市的状况 再会低过之前的阳竹 实心体的留下 就是说 阴竹的状况 今天阴竹 就是这样的 实心体来说 是低过之前的 开市价这个状况 这个就叫酸头破脚 就是说 高开就酸了 昨天的头 而今天就破了昨天的低位 就破脚收市 这个就更加负面 与其走势跌得更加厉害 这个酸头破脚 如果你想看我们的讲义里面 有没有怎么去演绎的 也都给大家看一看 我们的讲义里面 也有较及到 一个什么叫酸头破脚的状况 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那这个图是什么样子 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图的状况 好了 酸头破脚的图是怎么样 就是这个 留意一下 这个就是刚才提及到的 一个酸头破脚 这个状况 留意一下 它的收市状况 是低于昨天的阳叔的楼下 这个就是开市价 高开 低收的状况 预期走势 一个进一步的下跌 就是这样的状况 这些可以仔细留意一下 大家是 好了 看回走势的图表 这个来说 就是恒生指数的日线图 今天来说 是2023年11月17日 恒指的收市价是17454点 跌了379点 成交较880亿 好了 我们说现在走势 如果要回落下跌 那当中来说 就跌到多少 那先看回刚才的内容 这里刚刚漏了说 这里你见到 这里就见到是乌云丐顶 所以你见到 今天礼拜五的走势就下跌 就跌了379点 这就是一个挺好的例子 就引证刚才的 乌云丐顶的一个形态的意思 好了 那 看回大市走势 如果要下跌 那支时位怎么样 回落到多少 还有一些个多月 去到年尾了 那我们现在画一些支时线 给大家看看 再寻找回支时位 好了 那我们第一条支时线 怎么做呢 就将这个低位 连这边的低位 做一个支时线 第一条支时线 就这样 好了 第二条支时线 怎么画呢 就是说 当中来说 我们就拿回最低点 做一个水平线 好了 第三个支时线 是怎么样 就拿这个低位 同这个低位 跟这个低位连上去 做一个支时线 好 那我画给大家看看 好 这个就这样 好了 这个状况 好了 所以你留意到 我们现在来说 是有三条的支时线 看得到的 有三条的支时线 好了 那我们看看支时位又如何 这个支时线 好了 这里我们看看支持位是多少 好了 第一个支时线 我们就拿第一条支时线 这个是这里的 好了 这个支时线方面 就是这条线 这个水平线 好 那这个支时线 就是16880点 16880 那这个来说 就是今年10月24日的最低位来的 那第三个支时线是多少呢 就是用回这个 好 这个支时线 这个支时线 就是16576点 16576 所以留意一下 这三个支时线 要知道的 因为走势回落 这三个就是它的防守位来的 那至于你说 那个阻力线 形成的阻力位是怎样呢 阻力线 形成阻力位是怎样呢 好 那我们看看 又 那我将图放大一点 给大家看先 好 阻力位 最近阻力位是多少呢 好 我们画一条线 用水平线就可以了 那我们拿一个裂口 再考虑 这个裂口方面来说 是多少呢 好 这个的阻力位 好 我们这个的阻力位 这个的阻力位 这个的阻力位 我们又用这个的列口方面 作一个考虑的 这个17833 就是11月16日的收市价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 如果大家来说 对于这个图表方面喜欢的 其实去到我们的网页 www.smartmoney.com.hk 去到这个孙录影课程里面 我们有个技术分析班 其实技术分析班里面 是有现场的直播 也有网上的录影 不过网上录影班 很多时候同学都喜欢的 因为可以随自己的空闲时间 可以去上课 也有时一试看不明 可以再看第二试第三试 也有一个30分钟的 一对一的法文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 其实是网上班 学习过进度 下个更加好的 这个网上录影班 好了 这个课程方面来说 其实最主要有两个话题 第一个话题来说 大家留意得到 这个就是图表的 刚才我们提及到的 阴阳烛 这个是好用的 这个是必修的 还有一个走势线 支持阻力线 这些是好用的 还有很多时候我们说 形态分析 一些波浪理论 黄金比率 这些也是很好用的 所以在一个技术分析里面 大家要懂得的 一些图表篇 里面所提及的 这个内容 至于你说数据分析里面 那有哪些是 大家要懂得的呢 好像这部分 一个的 加权平均线 加权平均线是好用的 因为它 并非一个简单平均线的 一个简单计算 它计算的状况 有一个权重的状况 所以效果是特别好的 RSI 我们会说到一个 深度的运用 还有一个高档指标 MACD 它会分开一个走势 就是双牛 牛红 红牛 双红的信号 即是一个大升大跌 另一个 升之中调整 调整 另一个跌的里面反弹 里面会和你分得很清楚 所以这个是好用的指标 MACD 大家来说 如果要学习的 这个技术分析班 大家要仔细了解一下 因为学习之后 用在股市 其子其权 一些窩卵 外汇黄金 都用得到的 所以一个学习 多元化的运用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订阅 在YouTube里面 是免费订阅的 和按旁边的小铃 你会收到我们最快的资讯 如果喜欢的 就给个资讯我们 还有可以介绍给你的朋友 作为一个分享 可以多学一些投资的知识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